郭文貴先生 近年來逛機平凡擾臺 特別在今年二月爆發的俄乎戰爭 所有這些事情都告訴我們必須居安思維 戰爭是需要準備的 因此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就特別找了我們兵役局 傅永浩局長 特別交代 今天的飯安演習必須以實況來演練 在過去半年來我們開始做了很多的準備 本來中央的規定是 直轄市只要一個離來執行 車停人究竟疏散的防空疏散演習 不過為了徹底了一個真正的動員 今天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 456個離 加上所有公務機關市場商場百貨捷運 懸線徹底實施 另外為了達到教育的目的 在我們台北市將近三百所的六字圓中小學 也在六月十七號之前 也就是在暑假開始之前 已經有做完了全面的演練 國防全民的事情 我們希望全民國民教育要向下扎根 特別要給學生正確的防空避難知識 剛才我們在市府的風橋上面 透過視訊畫面也觀看了各個視訊點的同步演練情況 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個小時 但是這已經是市府團隊準備了將近半年 從防空避難設施的清查 包括所有的防空洞的檢查 然後再設置APP 讓市民可以在一瞬間 去知道他最近的防空洞在哪裡 各項演練人員的講習 還有實際的場刊準備能 那在今天雖然只有30分鐘 但是還是很完整的呈現我們做的準備 最後還要感謝大家的努力 事實上我們在演習結束之後 會針對我們發現的問題 再做更徹底的檢討 我們希望防空演習是需要落實執行的 絕對不是只有喊抗中寶臺就可以解決 因此我們要求在這個事件之後 再撤離的再檢討一遍 我們要讓整個真正台灣可以達到防空避難的實際能力 好 謝謝大家